据说这是一间台湾第一珍珠奶茶店叫春水藤 我们点了一杯小杯的 小杯的是115加10%的服务费 126 待会端上来我们看看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还有他们家还有什么东西啊 可以先上点餐 刷码的 比如说我这是多少桌 13桌 用餐人数一位 内用点餐 咱看他们家还有什么 在他们家所有的 主要你坐在这就是有10%的服务费 他们家也有牛肉面啊 玉品牛肉面 姜茶 马铁 珍珠奶茶来了 珍珠 由于这是小杯的 所以他没有用那个透明的玻璃杯装 茶杯 咱们尝一尝这个世界第一的啊 花板 春水糖在台湾来说那都是天花板 怎么讲呢 价格也是天花板 最贵的啊 最贵的奶茶店 提供最好的奶茶 他说是世界第一家 珍珠奶茶是他们自己研发出来的 应该是吧 人家敢说嘛 对 嗯 好不好喝呢 赶紧要给你们体验一下了 马上进嘴了啊 我们先喝奶茶 哎 是跟其他的这个马路边买的不一样哦 这个奶茶呢 喝起来比较 顺滑 然后不甜不腻 淡淡的奶香味 还确实有不一样 别家的那种奶茶就是比较 就是比较浓 那个那个甜度高一点 同样是少甜啊 就是三分甜度 我喝这个东西都是很很淡甜的 奶茶的味道很浓厚 很浓郁 确实价格也好啊 你说20块钱 就这么一小一杯 哎 赶紧 赶紧尝尝珍珠吧 看看珍珠值不值啊 绝对也是纯手工打质的 我觉得是啊 糯米的 糯米做的珍珠 特别Q弹 那么对于大家想尝试一下 珍珠奶茶世界第一的 可以来尝试一下吧 其实啊 你说跟外面有没有差 有 我绝对确定这个奶茶做的比别人的好 但是如果你说它值不值 我觉得不值同等价位 这个一杯就是买别人家的两杯 如果你喜欢小资 哎 来店里面坐一坐 感受一下 是不是跟朋友聊聊天 像我这样无聊的时候 也可以坐在这里 吹一杯奶茶 吹吹空调 这个钱还是值得啊 毕竟一杯星巴克还是比这个贵 对不对 那我们不如来喝一杯奶茶 感觉蛮好的 by the way 朋友们啊 还短一句 是什么呢 有方会说了 喝奶茶要喝凉的 哎呀 你不知道老大我体寒哪 所以我必须喝一杯热奶茶 开玩笑开玩笑 其实呢 喝奶茶 最好喝热的 因为只有热奶茶 才会把奶香味全部释放出来 凉的嘛 就缺乏了这种奶香的口感